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磕呀 我就那么一说 也不知道怎么都被大家听见了 当然虽然能演奶奶是吗 因为这眼镜最初是我自己建议的 然后其实给拍摄造成挺大麻烦 就是她经常会晃着穿帮 但是我会觉得唐嘉瑜是需要这么一副眼镜的 一个是破一下从前勤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主刃的主刀 她不可能眼睛那么好 也不可能每天有时间去戴隐形眼镜 所以我们让她更合理 就是这眼睛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故意跟我的化妆师说 有一点印子也不要弄掉 就是想要这个感觉 就是因为她不可能就真的是那种光线力量 一摘下来永远都是装好好的 我们有点那个经验会有这样的印象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印子 太多了 这一次通过拍这个戏 我们也交了很多医生的朋友 他们那种大主人往这一站 就真的是 然后当时我还交了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女生的朋友 安正好像只有那一个刀 女主刀 我说我演的有点像你 因为女主刀特别少 凤凰林角 府外好像都没有吧 都没见过 就确实有太多因素是需要女孩克服的 但那女主任就跟我聊 说她经常不回家 我说不回家 你老公不找你吗 她现在没有孩子 好像比我大一点 也40多了 她跟我说她好想要孩子 她没有时间 她有的时候一个手术下来之后 48小时没有脱离危险 我就会在医院等 我说你在哪等 她有一次做一个挺重的手术 她就坐在ICU地上 那我会弄个椅子 她椅子坐久更累 还不如坐地上 要靠一会儿 她就啪大出血 大出血马上就 他们叫再回炉 再推到手术台再重新来 而且他们每天面对都有生死 你在手术台那几个小时 它是那么多个小时的全省观众 就很累 是因为他们在手术台要判断 真的是在争分夺秒 每天这样的工作 你试问一下 我们那个手术 一个又一个手术室 就好漂亮 有个可视的 因为我有一台手术室 刚到医院 所有人都对我保持质疑 我出了一个手术方案 另外一个主人出了手术方案 最后病患选择我那个方案 我就开始做 我在那个可视的那个 让全院在看我的手术 所以它对于手术室 就是它的级别跟要求 都非常的好 包括我们那个电动门 包括我们那个刷手的地方 而且我们那里面就 就连整个的温度控制 都特别好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而且做到每个细节 因为看旧片也有看到 就是每一天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主任 或者医生在现场 来把我们现场的 就拍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就是他们觉得 不是专业的东西 就不让我们 这不行就叫停 然后我们再纠正 再学习 再怎么样去执行 我们在开拍之前 就做了大量的 学习的文科 你所有的步骤 都是按他们手术的 步骤去走的 就在这个谈计身上 貌似跟达训业 是有很多的情感 其实有可能 你在几年前的采访当中 就是有一个金句 谁愿意看 你快40岁的女人 去跟个小鲜肉谈呀 我就那么一说 也不知道怎么 都被大家听见了 确实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因为可能更多的人士喜欢看妹妹们 我就感觉到我肯定是有事 真的吗 对 这次姐姐又谈上恋爱了 这次姐姐自己婚姻的问题 一堆纠葛之外 然后没想到到了这个医院之后 又遇到了感情新的一个信号员的投诉 是很突如其来 也不经意 然后顺意而为之 就是拍姐姐店就是很愉快 每天都是那种情境 就是粉红泡泡 但是你会觉得 现在女性就会让自己 越来越精彩了 而且选择权利都在自己手上 然后你也发现 弟弟们也喜欢那些很成熟 有主见 做事起来也会让她觉得 就有一点小小的仰慕 又很青睐 所以我觉得这样搭配是挺完美的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看一个戏就很容易去代入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嗑 比如说戏里男女主演就很配 比如说戏里有两个姐妹情深特别好 我也很嗑 我觉得特别的抓心 尤其是悲意的结局的话 我特别想嗑 有一个希望说他们俩如果能在一起该多好 或要不然就是他们俩特别单配 也特别希望他们真人自批 就上了到真人 就比如说孙玉珍跟玄冰 这部剧情就是有位置到小玉珍老师 和玉珍的一些戏骨 在跟他们的戏骨中感受 对 我们这一戏里面特别多 特别有资深的 戏特别好的戏骨的演员 就都是前辈就跟他们学习 刘玉珍老师是跟我确实还有蛮多 对质的戏 因为我里面有失败了一例手术案例 就是她的师父 就是她的老师 她老师是我们心脏外科的乔楚 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当年也是她拒收了我 所以我才去了美国 因为我要考新外 她说不收女生 她选择我给她手术 结果她死在我的手术台上 所以我跟刘玉珍老师这次对手戏 我觉得我 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很喜欢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对手 那作演呢 有这个本子就说 新到新来能够演到80岁 80岁演蛇太君吗 80岁还能演奶奶是吗 如果我还能演的动画 因为演员其实说真心话 就是我一辈子可能最喜欢的职业了 如果这个舞台还有我 可以去表达的诉说的 我当然愿意一直 那你在塑造谭谭女性的角色的时候 怎么理解她作为一个女性在职场面 她没有把自己当女性 她把她自己职位的这个属性 只是一个她人生要去完成的目标 我发现现在很多职场的女性 已经没有太把性别挂在额头上 要跟锁上 我是个女性 我也是这样 女性角色是作为一个女性 女性角色是作为一个女演员 觉得是必要去客户 去出演 或者是你还能演到的角色 警察局长 对不起 我还差眼 就类似这种比较 跟我自己外形有一点偏离的角色 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 就是还是期待能够跟本我 能有一些变化和突破的人物 不要一直赖在舒适区 也不要怕迎难而上 每次挫折都是一次机会 太过于舒适 就会随波逐流 我相信激流涌进 在强大的冲击下 你屏住你自己对于职业的信念和信仰 一定会冲出不一样的水花 最近有一个成功的姐姐发现了任务 然后想要给你们接受到我节目组的邀请 就这件事情一定要有很长时间的准备吧 对于我来讲 因为景妍她有十几年的舞蹈公爹 那我没有 我去逼什么 就是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才业可秀吧 确实也忙着一直在演戏 然后我又是个单细胞的人 我没有办法 要不你就让我唱歌 要不你就让我跳舞 边唱边跳 有点难度 可能因为这两年把所有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 都是在拍戏 可能拍戏会让我更收获更多的满足感